台湾的東北角度 今天林老師 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 大溪車站 你看 坐到什麼車站都不知道 好大溪車站下來 我們要從桃園 古道起立 然後這個桃園古道有下來 這就是今天林老師要帶你們 到台灣的東北角的一個很有名的登山步道 好 林老師現在已經到這個登山口 登山口就是在這裡 大家有沒有看到 從大溪車站到這裡 0.8公里 然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走桃園古這個地方 5公里 然後就沿路一直走上去 那這個地方非常的優美 等一下林老師會給你沿路做解說 走跟我走吧 好 這個地方應該就是 桃園古道的真正的路口 我們接下來就要往這裡走 5公里 不會太陽 要運動 身體健康 走 現在走到這個 小小的洋場小境 就只有一個人可以通過這樣的一個方向 因為我跟大家提醒齁 這個石板 會有青苔滑倒的危險 所以大家在爬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可以 來 差不多已經走 差不多1K了啦 對 差不多 還有幾K小邊 4K 還有4K 4K到頂 這個就是傳說中 在漢如山跟我一起爬的小邊 叫做Michael 剛才在爬過程當中 已經有一個不行下去了 所以呢 確定爬桃園古道 要睡旁 不可以無名 那六歲你有名嗎 那你睡得不好嗎 睡兩點鐘 睡得不好 不是好榜樣 但是還是要把它爬上去 哇 走到這裡齁 就可以看到漂亮的海 有沒有 這邊 很漂亮齁 很漂亮的海有沒有 就一邊看海 其實說 在桃園古道這邊 沿路都是以山 然後沿著海 然後這邊是山崖嘛 所以看起來蠻漂亮的 林老師現在來到這裡有一個 正涼亭啊 這邊如果爬累了 可以在這邊休息一下 我們爬到這邊 小邊大概幾公里了 差不多 兩公里一半 兩公里一半 好 好 來 來 現在 爬來這個什麼 韓吉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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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解決一時 不方便 背刷頭這次 尋到小 請小心牛隻 剛才有牛啦 可能這個有牧場喔 可能有放養的野牛 還是我們那些牛 現在離桃園古還有0.9公里 然後 我們剛才這條路 那條的那就是 土地公廟啦 然後 我們當然要是 為這個桃園古那裡 就是剛才說的 這個0.9公里 來 繼續 一朵鮮花插在一個牛份上 來 我現在表演給你們看 好 這樣就是 一朵鮮花插在一個牛份上 這裡有牛啦 但是現在沒有看到牛 做老師一定要了解 這是什麼 這就是中央氣象局 力量自動測暴系統 你知道嗎 來 這是 這種主動化的 只有老師都知道 這種有關物理 或是說一些科學 所以我都非常了解 可以卡到過來的問題 有關這些 一些科學 太空了 終於到達了 耶 這就是所謂的 桃園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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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天氣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11月 有可能 到 5點可能就會天黑了 那我們還有幾公里 還有7公里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的速度 已經有放慢了 照這樣子的狀況下 我們要趕快下去 很可惜 如果今天是好天氣 我們的天氣是這樣 我們有辦法看到這樣 但是你現在看 我們現在看 後面都不太可惜 好可惜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趕快把它吹 靠腰 靠腰 這伸手不見五指 這個 麥克 麥克 好可惜 草嶺線步道 還有4.5公里 加油 這個也不好走耶 不好走 真的不好走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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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粉絲們 其實你看 很大片的草原 但是東部茫茫都看不到 所以在走到這邊注意 而且現在地上有點失禮 所以走在這邊注意 正常走 有草仔的地方 它比較有抓地力 如果你走這個 會滾 會滾 好 這邊有個方法的地標 我幫大家搭位 有幫忙 但是走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 大家 做什麼的啊 那也看不太很清楚 不過知道這是一個地標 現在草嶺古道 牙口 還有5K人 我們現在就不去草原古了 草原古 剛才我們走外林電衣 現在我們要來5公里 草嶺古道 牙口 走 來 現在已經到了這個 草嶺古道這邊 好可惜喔 剛剛那邊可以看得很清楚 現在又來了 那我們下次看看 牙口是不是 牙口還沒到 這是草嶺古道 我們這次一起爬山的 有一個 就是 這個腳可能比較不舒服 所以 避免這個 避免這個 太晚下 下山危險的狀況 所以我當機立斷 就請大哥幫忙 大哥也 這個 惡話不說 這樣跟我們倒三天 非常感謝 我們 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粉絲們 別忘記 訂閱 YouTube 林老師 還有Facebook 我是北屯仁 還有IG 君口 謝謝大家